好林燕,有名病患原本要到一家医学中心安排全身麻醉和手术,但家中神明指示不要去,并要他去找泌尿科医师戴丁恩,安排完检查后,发现病患体内没病灶,根本不需要全身麻醉和手术,让戴丁恩惊呼,哇,你们家神明也太厉害。 戴丁恩医师近日在脸书上分享,有一名年轻的病患,因为下体不适,到他的门针检查,病患询问是否要做手术,戴医师便安排检查,并且详加确认病灶的位置和大小,证明年轻病患坦言。 戴医师,其实今天我在另一家医学中心,已经安排了全身麻醉和手术,戴医师才明白原来他是来征询第二意见。 大赞蛮庆幸年轻人也有这样子重要的观念,重大手术前,一定要征询第二意见,不过他也担心会不会延误他在另外一家医学中心的安排,这时该病患突然说,可是我们家神明叫我不要去。 戴医师说,你认真,好吧,那我就照计划,赶快帮你排个检查,看看是否有手术的必要性。 当天很快就安排且做完检查。结果出炉,戴医师惊叹,哇,你们家神明也太厉害了,体内没有病灶,只需要局部麻醉之下处理即可。 刚才检查的时候,我几经顺便帮你完成了。 戴医师好奇,问该病患,不过你怎么会找到我呢? 对方则回应,很简单啊。我们家人把几位医师的照片放在桌上,神明说,可以来看你,他听完,直呼太神奇了。 职业这么久,遇到许多难以解释的现象,让人不由地相信,举头三尺,有神明。 而且冥冥之中,总是有股神秘的力量。 我相信,医师也是人,对于病患的生死健康,必须尽自己最大的努力。 尽了人事,有很多,还是得听天命。 感谢收看,欢迎订阅,按赞,分享。